今次在浮夷是否做了什麼角色 因為我在以往兩套舊的飛褲 我也是充當第一女飛褲 所以今次就是一個全新的角色 這個角色我自己都沒有演過 都是一些比較女性化 還有一些專業的人士 要不要鬆口氣 不用再打了 其實我剛才看到他們穿著制服 我跟他們不斷後面說 敵漢 一直想回我們以前 因為我記得我們對上拍飛褲 正正是暑假 7、8月 穿著那套制服每次都是 穿著的時候都好像看著它 想了很久很久 就立刻穿著來了 死了死了 因為穿著那套真的好辛苦 基本上連戲都不能休息 加上女生的力氣沒有那麼大 都會很替他們辛苦 不過我覺得最重要拍出來是帥 因為飛褲真的好帥 尤其是我覺得是男生是不能輸的 那你覺得黃敏也可以駕馭到那種氣勢 他都比較弱質千千 我想都是需要時間去適應那套制服 因為始終都有點重量 所以都是要訓練的 其實要做多些sit up 做多些gym 去令自己的身體狀態是一個好的狀態 是否好像看到IG好像說 你是做阿杏兒的世伎 是嗎 是 自己會不會有什麼痛給寶寶 咬個屁股一口 其實禮物這件事我們都沒準備 不過希望她出生之後 我們再想一份心思的東西給她 但是最重要是很開心的 是因為這個 是她一直的 都是她的計劃 所以我也很疼她和飛褲很開心 而且當她告訴我們 我們都是大叫了出來 因為我覺得真的很疼她很開心 因為 好像真的是簽一份禮物去送給她 有時候你很想要一份禮物都未必會有 我覺得全都是她的計劃 所以我覺得很疼她很開心 那你自己呢 你的感情狀況又如何呢 傳聞說你結婚了 傳聞說我結婚了 結婚了 結婚了 那我就結婚了 為什麼我也不知道 之後又說 我拍了分叉照 之後那些 我就覺得很可愛 很搞笑 為什麼呢 其實整件事呢 是因為一張照片而有起的 話說呢 其實我們接下來 胡說八道館在工作上 會有一些計劃的 即是一個大計 大家需要我們六個女生一起去聊 那次就大家聚會去聊一下 一些細節 那我拍了一張照片 那紫妮坐在中間 紫妮坐在中間 紫妮說她的眼圈很大 那我們就幫她擋住眼圈 然後她坐在中間 不知道為什麼一放上網 又引起一個很大的迴響 和很多的傳叉 所以我們沒想過原來那張照片 可以令人有這麼多的幻想 那我們就 咦 我們拍了 是不會坐在中間 坐在旁邊的那些船 中間因為小事發生 對 因為就是那張照片明明 紫妮坐在中間 我們每個人都很開心 不知道為什麼被人家有感覺 好像是紫妮結婚 之後就會慢慢 故事就發展到現在這樣 那你自己對結婚的計劃是怎樣的 其實我也是一個很傳統的女生 我覺得如果一對情侶 你拍拖一定是有拍拖 然後結婚生小朋友 一定會向著那個方向 才可以維繫到那個性格的感情 但是還是要看時間和時間 現在還沒準備好 都要等工作做好 雙方大家有更好的溝通才更好 杏兒是不是雞嬰兒來的 今年 冬年是不是雞嬰兒 是的 應該是 應該是 嗯 那你自己呢 自己計劃 即是不結婚住了 這段時間 暫時沒有這個計劃 是的 會不會覺得被人拖了下水 被啊 被啊 被士幫 那他們只是開玩笑而已 開玩笑而已 我不會生氣的 開玩笑而已 因為我們經常的姐妹都會這樣 我覺得 其實一天未結 都是個個都有可能的 那可能 最快結婚那個 大家猜不到是誰呢 是命恩 不知道 可能泡嫂 你吃吧 泡嫂是不是你 你是不是再結婚 好 謝謝 謝謝